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歐立傑歐立傑 你是韭菜嗎?你被當作韭菜收割了嗎? 還是你都在收割韭菜啊? 這是一個完全不想負責任投資分享報導的頻道 是一個教你如何賠錢的頻道 不招收會員,不收費 只想分享經驗跟取暖 沒有錯,就是用老韭菜賠錢的經驗來賺流量 只需要,只需要,只需要你的訂閱以及分享 參考的經驗是一個被割了18年老韭菜的交易行為 內容可以跟你保證完全是看圖說故事 你沒有聽錯,就是看圖說故事 影片錄製的方式都採直播的方式去錄製,比較沒有後製 字幕是用手機的軟體去排版的 所以有錯別字的部分,請多多見諒 那接下來呢,我會用最實際的數值 以及直白的語言 跟你分享這個標的物,這個市場 你看不懂的,右上角有齒輪可以點選回放 看個100次,看個1000次 看到你懂為止 那影片的過程當中會有示意圖 你再用示意圖去對照你的標的物 看有無相同走法 你就會知道你現在持有跟你現在買的價格 是做空想上班的地方 還是做多想上班的地方 那麼接下來呢 我們就進入標的物格局分享的環節 首先進入我們台子競拳,看一下它大格局的變化 本週呢 相對低點是14303 相對高點是15318 上去下來 這邊做了一個破底翻的U行為 低點是303,高點是318 那我們得到大概多少 沒有錯,大概是1000點 盤整波幅的 格局 有機會供上去 下禮拜就觀察 13 15318 15318上去沒有再說 下一關觀察多少 16300 14700 但這邊有個大的壓力區 下面有個大的支撐區 萬一下禮拜14300是什麼 沒錯,觀察13300 盤整波幅 格局越來越大 那比較當充跟格式充的小格局 我們應該要怎麼看呢 大家要這樣看 它前日上次跌下來的 高低點是 14700 低點一樣抓303 高點抓770 上去下來 然後它橫盤坡幅的格局 大概是有400點 有可能不排除 整周走這樣的整理坡 那14 770 上去沒有收回來 下禮拜觀察15100 那14300 萬一在失手整個往下灌的話 它整個盤整個等幅測區 大概是13900 應該會在這裡走整一波 那就我們看下一檔 來到我們台積電 大的格局還是不變 提醒一下大家 大的格局 第一點觀察449 高點觀察527 上去一下來 第一點觀察到這裡 高點觀察到這裡 我們得到大成盤坡幅 大概是70塊 70塊的盤整格局 有可能不排除 有一天520 供上去 下一關就供590 那個450 萬一失手的話 下一關可能就多少 沒有錯 就可能到 大概380左右的價格 大格局還是不變 那我們看一下 當充跟格子充 我們要做怎麼樣的交易行為 跟依物行為 首先呢 它目前 只有低沒有高啦 在這邊走橫盤的等幅測 走橫盤 整個等幅測 距離 450 還有一點距離 那如果說我們當充跟隔日充 要抓的話 就只能抓 這兩天 盤整的高低點 做它拆底或拆頭的 業務行為 那一樣 第一點觀察 472 高點觀察 491 472 491 得到大概20塊左右橫盤坡幅的格局 就當充跟隔日充的 那麼491 上去沒有再收回來 下一關就觀察510 就撞到上次的壓力區 那470萬一再失手的話 沒錯 就大概觀察450左右價格 符合我們那個大格局的邊界 目前在這邊有走橫盤 都可以開始 布局看看 那就我們看下一檔 聯發科一樣 大格局 他現在打到大格局的支撤板610 那時候我們抓610 那一樣 我們先看大格局 再看當日 隔日充跟 當充跟隔日充應該怎麼做交易的優勢 上去下來 低點觀察610 610 高點觀察720 我們得到大概110塊盤整波幅的格局 那720有上去 我們再收回來下一關就觀察830 610外失手就觀察500 這屬於比較大的格局 那假設說610這邊就算一個打底成功的話 那當充跟隔日充我們可能要怎麼進倉呢 你就抓這兩個價格 低點一樣是觀察610 高點觀察630 上去下來 610 630 得到大概27塊 橫盤破幅的格局 那個637有上去沒有再收回來 下一關可能要觀察哪裡 664 664 做他這一波整個往上的等幅測區 那609萬一在失手的話 整個沒有止跌的話 那下一關我們就要觀察大概多少 沒有錯大概682左右的價格 那接著我們看下一檔 紅海一樣先看他的大格局再來做他的小格局 大的格局目標價還是不變啦 Focus在大格局內 這禮拜因為周報所以我們做的 大格局當充跟隔日充應該做的也有行為 一樣高點觀察114 低點觀察100左右的價格 那他盤整坡幅的格局大概14塊 有可能會走這樣大格局的整理波 那有一天114上去沒有再收下來 下一關就觀察128 那997萬一失手呢 可能就要觀察哪裡 大概是85左右的價格 這裡應該會有個有效的支撐 那一樣我們去看那個 看他的那個當充跟隔日充的格局 目前看來是還沒有走橫盤啦 高地點大概只能這樣抓啦 要說當充跟隔日充的話 第一點觀察106 就上次的支撐區 高點觀察108 這邊如果橫盤有成功 可能可以去撞這個頭 那我們得到大概是2.5塊 盤整坡幅的 橫盤的格局 那108上去如果沒有再收來 下一關可能就觀察111 106萬一再失手了 下一關可能會觀察104 3.5 那接著我們看下一檔 原大高股息 大格局還有邊界區還沒到 在僅限左右價格的位置 就走橫了 一樣喔 大的格局我們觀察 26.41 高點觀察 29.5 我們得到大概3塊 3塊左右盤整坡幅的格局 那29上去沒有再收回來 下一關就觀察32 26萬一失手就觀察23 那接著我們看一下他那個 當沖跟格日沖 我們應該進昌點位格局 一樣喔抓相對 這個盤整格局的相對高跟相對低 去做當沖跟格日沖 應該要進單的優勢 然後 一樣喔上去下來 低點觀察27.78 高點觀察28.3 那我們得到 趴盤整坡幅的 橫盤格局的 約大概5角 0.5角 那有可能不排除 繼續走到0.5角的整理坡 那有 28.3上去沒有再收回來 下一關就觀察28.8 萬一下禮拜 27.7 再次觀察27.2 那就我們看下一檔 0050一樣大格局是 109 高點 低點109高點122上去下來 得到他盤整坡幅的格局應該有約 13塊錢 做比較大格局的整理坡 那有一天122上去沒有再收回 下一關要觀察哪裡 大概135左右價格 那109萬失守呢 沒錯我就觀察大概 96 96 97左右價格 那我們看一下他那個當充隔日充 應該要注意的業務行為 他上次撞154以後跌到112 波幅大概3塊錢 格局開始有點放大的感覺 走橫盤 目前判斷是如果沒有止跌的話 他可能就從這個底部開始做他攻堅的業務行為 那高點觀察115 低點觀察112 波幅大概3塊錢 那115 明後天有供上去的話 下一關就觀察118 112萬一失守的話觀察109 就到了那個大格局的邊界 那就我們看下一檔 HTC一樣 比較大的格局還是一樣 跟我們之前上禮拜做周報的格局 他還是在這格局內 上去下來 第一點觀察5657 高點觀察710 71 那個盤層波幅的格局 約是14 15塊 我們抓15塊 還有可能不排除走這15塊比較大的整理格局 那有一天 71上去沒有再收回來 我們觀察86 那56萬一失守呢 觀察41 那一樣我們走當充跟隔日充口去看他 近期的短 高低的U行為 第一點觀察59 高點觀察66 上去下來 59 66 我們得到大概7塊 7塊盤層格局的U行為 那有一天 66噴上去沒有再收回來 下禮拜應該就可以在觀察 大概多少 74 74塊左右價格 那個59萬一失守就觀察52 那就我們看下一檔 連電一樣 他走大格局的邊界的U行為 36.75還沒到 那就開始 略有走橫盤的感覺 如果說這邊就想拆體建倉 也可以建看看 因為接近相對低點了 那我們得到他大概6塊 6塊橫盤波幅的整理格局 有一天 43上去沒有再收回來 就觀察49 36萬一失守就觀察30 那一樣我們去做他那個極短線 當沖跟隔日沖 我們應該注意點位的U行為 大概就這樣 他日內坡大概是1塊錢左右 符合他那個之前 盤整格局的慣性 近期 第一點觀察39 高點觀察42 得到1塊橫盤波幅的U行為 那當沖跟隔日沖的話 40有上去沒有收回來 下一關就觀察41 39失守就觀察38 剛好是接近我們大格局的邊界 那就我們看下一檔 楊明一樣目前是 還在灘敵他還沒有走橫盤 但是格局也越放越大 這個一樣 第一點可能就抓67 高點抓93上去下來 6793我們得到了大概20 26塊盤整波幅的格局 有一天93上去沒有再收回來 下一關可以觀察到多少 大概119 92價格 那67萬一再失守 沒有錯可能再去41 左右價格等他 等看看 那麼看一下他這兩天的橫盤格局 短線的高點大概就這樣子 這當沖跟隔日沖 都可以開始布局看看的U行為 如果說真的 想要拆底吃單的話 第一點觀察67.5 高點觀察70.3 我們得到大概 3塊左右 盤整波幅的U行為 那個70有供上去沒有再收回來 下一關就觀察73 67萬一失什麼別急著建倉 去64等看看 像這樣走橫盤都可以開始吃看看 那接我們看下一檔 華幫店一樣 大的格局 你如果沒單呢 建議盡量等19至20的價格 快到了 那那裡有打勾給我們看 等下再看他 當沖跟隔日沖業務行為 高點觀察23 低點觀察19 大概4塊 4塊橫盤 波幅的格局 那23有機會攻上去沒有再收回來 下一關就觀察27 19萬一失守 觀察15 目前已經在這裡開始走橫盤 腳步有慢慢抬起來 那我們觀察一下那個 他近期高低的變化的格局 大概這樣 當沖跟隔日沖的波幅 目前看起來大概是 盤整波幅大概是1塊錢左右 符合他當沖跟 跟隔日沖的又行 沒單的就建議盡量等20.2 那那個高點觀察21.3 看正上去有沒有收回來 有可能不然走這個1.1塊 橫盤波幅的業務行為 那21.3有攻上去 下一關觀察多少 22.4 20.2萬一失守 沒錯就打回大概19塊左右價格 19.1 那接著我們看下一檔 長城一樣 大格局 格局整個放很大 低點觀察6566 高點觀察94 上去下來 6594 我們得到盤整的格局大概是29塊錢 之前當沖跟隔日沖的波段幅度都大概8塊左右 那個 有機會94上去沒有在收 下一關觀察多少 123 大概123左右的價格 123塊 萬一有一天65失守的話 別急著建倉 可能要去哪裡等他 大概是 30 37塊左右的價格 但是 這大格局的支撐應該算是個有效的支撐 那我們看一下當沖跟隔日沖隔日應該要注意哪些點位 上去大概在這裡 他現在走84塊跟78塊橫盤波幅的業務行為 阿你 你 沒有單的建議盡量去等這個價格78 79 巴士 巴士形成一個賣壓 也走在高點 相對高走盤盤沒有在過高 那我們得到他當沖隔日沖的波幅的盤整的優行為大概是6塊錢 有可能不排除走當沖隔日沖6塊的整理波 那巴士攻上去沒有在收下來下一關就觀察90 78萬一四手就觀察72 那就我們看下一檔 台牌一樣 相對高相對低都開始慢慢出來了 底部 相對底部位置都打勾 都值得注意觀察 價格的位置 然後我們是採底系列 低點觀察35高點觀察44得到9塊盤整波幅格局的優行為 那有一天44上去沒有在收下來下一關就觀察53 35萬一四手就觀察26左右的價格 那一樣我們來看一下他近期的短高短低我們應該在哪裡進場的優行為 當沖跟隔日沖的話 低點觀察35點4高點觀察36點4 橫盤坡幅的格局大概是1塊錢 有可能不排除會在走走走個1塊錢的整理波 看那是表態向上還是向下 那麼36噴出我下一關要觀察37點4 35萬一四手就觀察34點4 那接著我們看下一檔 台勝客一樣大的格局 第一點是150高點是191 150 191 上去下來 第一點觀察150高點觀察191得到大概41塊橫盤坡幅的優行為 那191有攻上去沒有再收回來 下一關就觀察230 230 萬一150失手都要觀察1110 那我們一樣看一下幾短線當沖跟隔日沖的業務行為 然後把圖放到 放到那個就是有高有低盤整盤的 格局 目前大概是這樣 當沖跟隔日沖的這檔標的我記得沒說了大概都在10塊左右啦 也 屬於比較 蠻好做的一個標的物啦 盤塵坡大概10塊 10塊 有可能不開始會繼續走他10塊整理坡的優行 那172有攻上去沒有再收回來 下一關要觀察哪裡 182 182 萬一161失手就觀察151 那接著我們看下一檔 光耀一樣 20破了 破底翻的優行為 格局看起來感覺好像還不錯 為什麼還不錯因為他股價只有20塊 他波幅大概有7塊錢 7塊錢格局的整理坡 那27有一天攻上去沒有再收 下一關就觀察30 20這邊如果整個棄手的話 我們就觀察13了 那一樣我們去他那個當充跟格子充應該注意的點位 看一下他的優行 大概這樣 嘗試的起碟點 這樣看到 目前我應該會走 20 跟那個22塊 左右整理坡的優行為 低點觀察 85 高點觀察 20.5 那我們得到大概1塊半1塊7 1.7塊橫盤的盤整格局 那 22.5有上去沒有在收 下一關可能就觀察哪裡 大概是232424塊 應該有機會 20.8萬一是什麼就觀察19塊 好那接著我們看下一檔 新勝利一樣 他的高低 整個格局 慢慢的盤出來 因為低點有盤 高點也有盤 除非他在創新高 要不然那個力道會不太夠 會形成高點 做手套勞的壓力 他盤整格局大概是14塊 那個事事有上去沒有在收回來 下一關應該有機會去挑戰哪裡 58塊 萬一30失手就觀察16塊 那一樣我們去做他當沖跟格子沖 相對高低的優行為 你如果要做當沖格子沖 應該要 關注哪裡是我們應該進場點 那你底單沒有建倉 30單位沒有建倉 這邊就建議觀察 不要急著吃 盤整波幅 高點觀察44 低點觀察41 大概有3塊的 整理格局 那個44有上去沒有收回來 下一關就觀察47 41萬一失手的話就觀察38 當沖跟格子沖要觀察的格局 那接著我們看下一檔 雙紅一樣 來到了底部 上次的底部我記得是148還是150 那沒關係我們就做他這個底部格局的優行為 第一點觀察146 高點觀察180 那我們得到大概34塊 盤整波幅格局的優行為 有一天 180沒有 供上去沒有在收 下一關就觀察214 萬一146在棄手就觀察112 左右的價格 那一樣我們去看一下那個近期 漲不上去跟跌不下去的點去做他 我們當沖跟格子沖應該注意的點位跟優位 然後 低點觀察146.5 高點觀察154 上去下來 我們得到的盤整格局大概是7塊錢 應該會走這7塊的 日內坡的整理坡 那154上去沒有在收 下一關就觀察161 146萬一失手的話就觀察139 那就我們看下一檔 原成一樣 他的格局很大 之前上完樓梯現在在下樓梯 然後又開始反彈 我們先做大格局的分析 第一點觀察8.29 高點觀察16.5 得到盤整波幅格局大概是8塊錢 這也是值得關注的 的那個標的 16.5上去沒有在收 下一關就觀察24 8塊如果棄手的話 我就 就暫時不說了 那我們就看一下 他那個 在 創新高以後 16 以後 大概回檔的那個 整理幅度的格局 一樣 創新高以後必須要有個高 任何一個格局改變 我們都要把他近期的高低線看出來 你如果想在上車在建倉的話 應該要觀察哪些點位 就是 低點觀察11.75 高點觀察13.75 得到大概2塊 波幅的優行為 那13有上去沒有在收 下一關就觀察15 11萬一棄手 棄手的話就觀察9塊 那應該會走這2塊大格局的整理波 那接著我們看下一檔 檔機一樣 大的格局 低點觀察144 高點觀察193 190 上去下來 那我們得到大概是49塊 49塊盤整波幅的業務行為 有可能不排除會走大格局的整理波 你底單這邊沒有建的 這邊沒有建的這邊就建議不要碰 啊那個 有一天啊如果193上去沒有在收回來 沒有錯下一關就大概是24 242左右的價格 觀察242 啊那個144萬一棄手可能要觀察 大概95 啊一樣我們去看他近期的當衝跟隔日衝應該注意的點位 當衝跟隔日衝第一點要觀察是178 啊高點觀察188 啊這邊都有主力買賣給我們看 啊得到他盤整波幅的格局大概10塊錢 啊那個188有上去沒有收回來 下一關就觀察198 178萬一失守就觀察168 那接我們看下一檔 玉龍一樣喔 大家這個更大的 也是蠻大的格局啦 啊之前阿里給我說不管是出錢出錢 分拆上車怎樣 我們就是要抓大格局的邊界區去吃單跟 交易你會 比較 比較有依據啦 盤整波幅大概60塊 順的話 啊217有上去沒有在收的下一關就是270 啊那個153萬一失守下一關就觀察90 那一樣喔我們到那個 當衝跟隔日衝去看他近期漲不上去跟跌不下去的點位 這檔低點喔觀察153高點觀察156 符合他日內波的格局大概3塊錢 除了大漲大跌以外 3塊錢 啊156有上去沒有在收的下一關可能可以觀察多少159 153失守呢就觀察150 那接我們看下一檔 元太一樣齁 你159沒有建倉的255就建議不要碰齁要不然在這個回撤你會很痛苦 上去下來齁 低點觀察159高點觀察255盤整波幅大概是 95塊錢大格局 啊255也上去沒有在收回來齁下一關可能觀察哪裏沒有錯就是大概 340左右價格 340 那159萬一失守沒有錯就觀察大概多少 大概 64塊 64塊 這邊應該會有效支撐 那一樣我們去看他當充跟格式充應該注意關注的點位跟優勢 出來了 之前的219是壓力啦現在創新高以後 他回撤直到222 差不多 本來是壓力現在變支撐了 盤整波幅的格局大概是20塊 那 低點觀察222高點觀察241 21有上去沒有再收回來就觀察大概261左右的價格 那個222萬一失守也別急著建倉去202等看看 那接我們看下一檔 陽華一樣齁先看他到這破底了齁 破底有翻上來 這如果順的話應該會有不錯的績效 低點觀察2728 高點觀察32 上去下來 2732 我們得到大概5塊 5塊左右盤整波幅的U行為 那這裏面破底翻如果有成功的話應該很容易就是撞這個頭 32有上去沒有再收 下一關就觀察37 27萬一失守也別急著建倉去觀察22 那一樣我們去看他這個當沖跟格式沖應該注意跟觀察點位 大概這樣 低點一樣是觀察27.45高點觀察28上去下來 盤整波幅大概是 0.5塊錢 所以28有上去下一關可能觀察28.5 27.45萬一失守也觀察26.9 那接著我們看下一檔 字請一樣 格局很大 做好封控跟停損停利的交易策略 低點觀察80 高點觀察141 上去下來 80 141 得到大概60塊 橫盤坡幅的U行為 那141有上去沒有再收 下一關可能就要觀察200 大格局 80萬一失守也沒有錯 觀察20 那一樣我們去到當沖跟格式沖看到他進去漲上去跟跌下去的點 大概是哪裡 大概就這裡 上次139開始跌嘛 差不多 差不多 日陣天坡的格局也開始慢慢放大 大概都當沖跟格式沖大概都有14塊 之前是大概8塊到10塊 我認識他的時候 所以高點觀察139 低點觀察125 盤城坡幅的格局應該有14塊 大概14塊左右的U行為 那個139上去沒有再收回 下一關觀察多少 15163 大概163塊 125萬一失守沒有錯 大概去11 左右價格等看看 像這樣走橫盤 跟著開始重新佈局 那就我們看下一檔 長空康 一樣大的格局 還是focus在大格局內 這個大格局我們周報上禮拜都有做過 只是在提醒一下 在大格局邊界區內 盤城坡幅大概是5塊錢 以後有接近這裡才跟著佈局 接近這裡跟著賣賣看 那34有上去沒有再收回 下一關就觀察39 29萬一失守就觀察24 那我們看一下當沖跟格式沖 應該注意的業務行為 大概是在這裡 你 底單沒有建的 這邊就不建議建倉 上去下來 低點觀察32 高點觀察33 大概1.3塊 橫盤坡幅的優勢行為 那33有上去沒有下來 下一關就觀察34.8 那個 32.15萬一失守 就觀察大概31左右的價格 那就我們看下一檔 華航一樣 大的格局還是不變 都還是格局內的事情 所以不要恐慌 所以不要恐慌 看一下你的標的路是在格局內還是格局外的事情 還有你持有的成本是 做多想上班的地方 還是做空想上班的地方 該調節就要去調節 那高點觀察24 低點觀察20 得到大概4塊 橫盤坡幅的 業務行為 那24有上去沒有再收 下一關就觀察28 那20萬一失守就觀察16 那一樣我們去看他進行 當衝跟格式衝應該要注意的點位 低點觀察21 高點觀察22 環盤坡幅大概是1塊錢 21跟22 上去下來 低點 高點 有衝上去就觀察23 21失守就觀察20 那直接我們看下一檔 船一樣大格局的邊界區 你看奧利吉在做影片 他假設 那個標的有接近這種大格局的邊界的下緣 剛好有破底翻的業務行為 那個都可以值得佈局 看看 因為他那個如果吃對的話 這個盤整破物大概是12塊錢 這破底翻如果成功的話 至少可能 可以先觀察84 再觀察84 應該可以都很順利的 報到那邊 那個 84有上去沒有再收回來 他的大格局應該有機會去挑戰到96 72萬一失守 沒有錯可能打回原點 然後他之前的起場點大概560塊 那一樣我們去看他當充跟格式充合應該注意的業務行為 大概在這裡 你7273沒建倉的74就建議不要追啦 那他盤整破物大概是2.3塊 有可能不排除下禮拜繼續走他2.3塊的業務行為 那74有上去沒有再收 下一關就觀察76.8 72.2萬一失守就觀察大概69 那接我們看下一檔 輪胎星一樣 他還是在大格局的邊界區內 5474 74上去 下來 做多想上半地方 做空想上半地方 得到盤人破服的格局大概是20塊錢 那有一天74上去沒有再收 下一關就觀察94 那54萬一失守就觀察34 那一樣我們去看他當充跟格式充應該注意的業務行為 大概是這樣子 他日內破破服我記得是2塊到3塊左右 符合啦 他大抵以後走這樣的盤程格局 都是預期內的事 高點觀察60.7 低點觀察50.8 橫盤破服的格局大概是2.5塊 有可能不排除在這邊繼續走橫盤 那60.7有上去沒有再收 下一關就觀察64 剛好也是近期的套勞區 他是從6465 回撤到58 那個58萬一失守就觀察大概56.5 就他上次大概起漲點的位置 那接著我們看下一檔 55跟正 大概55塊 56塊 那就我們看下一檔 同他一樣 先看一下他大格局還是在大格局的 盤程範圍內 沒有單的盤量等8點多啦 上去一下 低點觀察8到9塊 高點觀察12塊 大概3塊左右盤程波幅的格局 3到4塊 有可能不排除12塊 有一天工商訓名再收來下一關就觀察16 那8.6萬一失守就觀察大概多少 4.5 那一樣我們看一下他那個當聰跟隔日聰 走橫盤波幅的格局的優勢 他日內波幅大概是0.5 角到1塊 低點就觀察10塊 有主力吃給我們看 高點觀察10.5 有主力賣給我們看 那高點就觀察 10.5 低點觀察10塊 盤程波大概是0.5塊 噴出觀察11塊 跌破觀察9.5 那接著我們看下一檔 一檔 立即一樣 他還是focus在大格局內 底部快到了 也開始走橫盤了 都可以觀察跟佈局看看 低點觀察121 高點觀察158 121 158 他盤程波幅的格局 大概有37塊錢 比較大的整理波 那158有一天供上去 沒有再收回來 下一關就觀察多少 大概是195 195左右的價格 那121萬一失守呢 就觀察哪裡 沒有錯就觀察大概 94 那一樣我們去看他 當沖跟格式沖的整理波 應該注意的業務行為 大概是這樣子 好吧 當沖跟格式沖要做的話 低點觀察124 高點觀察130 上去下來 得到他盤程波幅格局 大概是6塊錢 130有上去沒有收回來 下一關就觀察 136 124萬一失守 就觀察118 那接著我們看下一檔 西法一樣 還是在大格局的 業務範圍內 低點觀察33 高點觀察43 上去下來 得到大概10塊 10塊盤程波幅的 優勤行為 43有上去沒有再收回來 下一關可能到53 33萬一失守 沒錯就是23等看看 這裡應該會有效支撐 他有走人盤都可以佈局看看 那我們 一樣去看他 當沖跟格式沖應該注意的 點位跟優勤行為 他在這邊如果橫盤成功的話 第一點就觀察37.6 高點觀察38.5 上去下來 得到大概1塊 1塊左右盤程格局的優勤行為 下禮拜38有上去 下一關就觀察39.5 37.6萬一失守 就觀察36.5 左右的價格 那結果我們看下一檔 綠店一樣 破底 有沒有翻還沒翻 上次底是大概在48塊 但是有走橫盤有打勾 都是可以值得觀察跟注意看看的 低點觀察46 高點觀察61 上去下來 我們得到大概15塊 15塊左右的盤整波幅的優勤行為 那有一天 61上去沒有在收 下一關就觀察76 46萬一失守就觀察31 那一樣 我們去看他 當沖跟格式沖 高低點應該注意的優勤行為 大概是這裡 他日內坡的格局 盤整格局大概是 2塊錢 低點觀察46 高點觀察48 48 48 46 兩塊左右的日內坡的優勤行為 那48有上去沒有在收 下一關就觀察50 46失守就觀察44 那就我們看下一檔 跟頂一樣 大的格局的邊界區內 低點觀察19 高點觀察30 上去下來 盤整波幅的格局大概是11塊錢 1934 應該有可能 不好意思 會走這樣的整理坡 30有上去沒有在收 下一關就觀察40 1920萬一失守就觀察10塊錢 但是這邊應該會有有效的支撐 那接著我們看到 當沖跟格式沖應該注意的點位 先把高低抓出來 大概這樣 低點觀察25.8 高點觀察 26.9 坡幅大概是1塊錢 當沖跟格式沖的日內坡 1塊錢 有可能不排除繼續走他一塊的優勤行為 那26我上去沒有在收 下一關就觀察27 25萬一失守就觀察24 那接著我們看下一檔 1塊錢 系統店一樣 大的格局的邊界區內 走 在上緣 做他橫盤的優勤行為 那一樣 大格局我們還是觀察33 33 44 得到大概11塊 整理坡的優勤行為 四四有機會有一天攻上去沒有在收回來 下一關就觀察5 這比較大的格局 那33萬一失守就觀察22 那一樣我們去看他當沖跟格式沖應該注意的點位 他在四四做了一個假突破以後 大概四十就此跌 這當沖跟格式沖都可以 吃看看打看看的 你底彈那邊如果沒有做的話 建議這一檔就多觀察 低點觀察四十 高點觀察四二 得到大概兩塊 兩塊左右的盤整 波幅的優勤行為 那四二有上去沒有在收回來 下一關就觀察四四 又漲回原點 那四十萬一失守 下一關就觀察38 那接著我們看下一檔 這永續高股市 他 目前在頸線 左右的 位置在做盤整的優勢行為 那一樣我們先看大格局再看小格局 那個低點觀察16塊 高點觀察17塊得到大概1.5塊 盤整波幅大格局的優勢行為 那17有上去沒有在收回來下一關可以觀察多少 大概19.5 19.5 那個15.9萬一是什麼 就觀察14.4 打回他剛上市的價格 那一樣他在這邊走橫盤有打勾 我們就看他打勾後的優勢行為 低點觀察16.6 高點觀察16.95 他上去下來 16.6 16.95 大概是 這格局有點大喔 有多大 大概是0.3角 盤整波幅的優勢行為 那個16.9 有上去沒有在收回來下一關就觀察17.2 那個16.6 觀察16.3 那接著我們看下一檔 這個富邦特選高股息一樣喔 他的新的格局大概就這樣喔 從12塊開始一直到10塊打東啊 有打勾了 打勾我們就跟著觀察看看 跟布局看看 低點觀察10.5 高點觀察12.8 大概是2.5 2.5塊左右橫盤波幅的優勢行為 啊那個 12.8如果有上去沒有在收回來 下一關可能要觀察哪裡 就大概15塊左右價格 那個10.45萬一是什麼 就觀察大概8塊左右價格 那一樣我們去看他當沖跟隔日沖 應該觀察點位跟 業務行為 這波幅也大概是0.3角 低點觀察10.4 高點觀察10.7 上去下來 10.4 10.7 0.3角 10.7上去沒有在收回來 下一關觀察11 10.4萬一是什麼 觀察10.1 10.1塊 那接著我們看下一檔 葡萄王打勾上去 他屬於在那個創新邀以後的新的邊界區 那你12多跟13你沒有建倉了 這邊就建議觀察 看戲不用錢 不要急著建倉 得到他大格局盤整波幅的優位 大概是24 27塊 27塊左右的整理波 那個154有上去沒有在收回來 下一關可能可以觀察 大概是17181 127萬一是什麼 就觀察100 那一樣我們去看他當充跟隔日充 極短線的業務行為 大概這樣 低點觀察140 高點觀察146 上去下來 得到了盤整波幅的格局 大概是6.5塊錢 如果146上去沒有在收 下一關可能有機會去攻哪裏 沒有說大概就是153左右的價格 那140萬一是什麼 沒錯就打回133 133.5左右的價格 這裡有橫盤應該算有效的支撐 因為是主力試給我們看 那就我們看下一檔 有打一樣 低點觀察13塊 高點觀察17塊 這17塊很重要上去不能下來 要不然應該很快就打回13塊 他盤整波幅的格局大概4塊錢 那17如果有手 再往上攻的話 下一關有機會 不排除去攻到21 那13萬一有一天失手的話 可能要觀察9塊錢 那一樣我們去看他當沖跟格日沖的 交易格局的變化 他在創17.7的高點以後 他的那波盤整格局大概是5角 5角到6角 低點觀察17.1 高點觀察17.7 得到大概0.6角 橫盤坡幅的優勢 那17.7有攻上去 下一關就觀察18.3 那17.1外失手就觀察16.5 那接著我們看下一檔 財經一樣 低點觀察9.5 高點觀察12塊 盤整波幅大概是3塊錢 上去下來 低點觀察 9塊多 高點觀察12塊多 他格局大概3塊錢 那12有上去沒有在收 下一關可以 可以觀察15 那9.5萬一失手的話 可能要觀察6塊錢 那一樣我們去看他當充跟格子充業務行為的規劃 這邊12很重要 上去不能收回來 他如果收回來有可能很快就會回測到11.5 所以他盤整的格局也是大概是 0.5塊到0.8塊一天 那我們高減低得到大概0.8塊 橫盤坡幅的優勢 那12.3有上去沒有在收 下一關有可能不排除去供哪裡 14.1 13.1 13.1 11.5萬一是 什麼 別急 建長去10.7 等看看 下次打回這裡有走橫盤再跟著開始佈局看看 那接我們看下一檔 系格一樣 有沒有 都是在大格局的邊界區 有時候 你可能不知道在搞什麼時候 你把格局放大一點 再去當充跟格子充的點位 找你應該進場的 像這種接近接近的 或是破的再打回來 都利潤都會比較好 一樣 低點觀察4.6 高點觀察5.2 盤整格局 大概是5塊錢 5塊錢的整理坡 那有機會 5.2上去沒有在收回來 下一關就觀察5.7 4.6萬一失守就觀察4.1 那一樣我們去看他當充跟格子充的U行為 目前在4.7跟4.8這邊走橫盤 如果4.7沒有在破底的話 我們就 抓這邊為他近期的底部 看開始他要怎麼往上攻 低點觀察4.7.6 高點觀察4.8.3 得到大概0.7角 橫盤破幅的 的U行為 就當充跟格子充 那個4.8.3上去 下一關就觀察4.9 47.6萬一失守就觀察46.9左右的價格 這邊有走橫盤應該都算有效的支撐 那接著我們看下一檔 星光鋼 一樣他 還是在大格局內 格局會做大一點 是因為最近 行情坡幅比較大 第一點觀察3.2 3.3 高點觀察4.10 得到大概7塊 盤整坡幅格局的 業務行為 你底單沒建的這邊就建議不要建 不要建 那個 40 有供上去沒有在收 下一關可以觀察47 32萬一失守就觀察25 那一樣我們去看他當充跟格子充走的 業務行為 格局有點大 當充格子充的坡幅大概是3塊錢 第一點觀察35 高點觀察39 得到大概3點多塊 盤整坡幅的業務行為 我們抓3塊 那39有機會供上去沒有在收 下一關就觀察4.2 35萬一失守就觀察3.2 這邊應該會算一個有效的支撐 這邊沒有單的 盡量就等這裡 有回測你再試看看 沒有就算了 那結果我們看下一檔 楊基一樣 之前阿里給我說他181 至關重要 因為他上次181失守 整個跌到150 一樣大格局還是 在這邊 低點觀察150 高點觀察181 187 得到他橫盤破幅的格局大概是37塊 有可能不排除 187有供上去 下一關供到224 224 那個150外失守 下一關可能就113 應該會走這大格局的整理坡 那一樣我們去看他當沖跟隔日沖 在這邊 看他要如何進單的業務行為 一樣 當沖跟隔日沖的話 低點可能觀察170 高點觀察175 170 175 波幅大概是5塊錢 還有噴出沒有在收來就觀察180 170外在起手就觀察165 那接著我們看下一檔 那斯達克一樣 他的格局 還是很大 一樣 大格局上禮拜有做過他格局的業務分析 那一樣我們就做他大格局的業務行為 第一點觀察 這裡 高點觀察 12726 726跟921 得到大概800點 盤整坡幅大格局的業務行為 那個 726有上去沒有收回 下一關就觀察 13500 這個 11900萬一失守的話 就觀察大概多少 11100 大的格局 那 一樣我們去看他極短線當充跟隔日充 他 做什麼樣的業務行為給我們參考 大概這裡 葉盤已經開盤了 數字數字已經有點開始 那個 一樣 沒關係我們就做這裡 他那個高點 當充跟隔日充 高點觀察480 低點觀察35 356 得到他盤整坡幅的格局 約是 130點 130點 早午盤的那個坡幅的格局 135 夜盤攻上去沒有再收回 下一關就觀察多少 12610 那個 35 356 萬一失守的話 可能要觀察哪裡 大概 12 2 2 0 左右的價格 應該會走這樣大格局的整理 那 接著我們看下一檔 富途一樣 他還是在大格局的邊界區內 低點觀察36 高點觀察50 上去下來 橫盤坡幅的格局大概14塊美金 應該繼續在這裡走他橫盤的業務行為 那50上去沒有收回 下一關就觀察64 是 36萬一失守下一關就觀察22 那一樣我們看他當充跟格子充應該注意點位跟業務行為 大概就抓這樣 波幅有點大 低點觀察43 高點觀察50 這邊主力吃給我們看這邊主力賣給我們看 得到大概7塊7塊美金左右的業務行為 那50有供上去下一關就觀察57 那42萬一失守下一關就觀察35 那接著我們看下一檔 UVSY 一樣我在大格局的 的那個業務行為裡面 第1點觀察8.7 高點觀察12.1 上去下來 8.7 12.1 大概是3 3.4塊美金左右盤整波幅的U行為 那12點以上像上去沒有在收回 下一關就觀察15 8.7 棄手的話觀察5塊錢 那一樣我們去看他當充跟格子充的U行為 哇這個也有點over 當充跟格子充的話 低點觀察9.5 高點觀察10.5 上去下來 這裡 這裡 大概1塊美金波幅的U行為 那夜盤10.66有上去沒有在收回 就觀察11.6 9.46萬一失守的話就觀察8.4 6 接著我們看下一檔 CCL一樣 還是在大格級的邊界範圍內 低點可能觀察8.9 高點觀察11 上去下來 這裡 這裡 我們得到大概3塊 3塊美金左右盤整的 波幅的U行為 那11有供上去沒有在收回 下一關就觀察14 8塊外七頭就觀察5 那一樣我們看一下當充跟格子充格局 的變化 格局開始有點慢慢放大 應該是在這裡 低點可能觀察9塊 9塊所有這個價格 高點觀察10.33塊 那你要做當充隔日充的話 應該有得到1.3塊還蠻波幅的格局 那個 10.33有上去沒有在收回 下一關就觀察11.6 做到軋空的U行為 那萬一8.9在棄手的時候 下一關就觀察7點 7.6左右的價格 應該會找這1.3塊橫盤波幅的U行為 那接著我們看下一檔 1.3塊橫盤波幅的 SQQQ一樣 它還是放空的那個 接近做空想上半的地方 確實有回檔 低點觀察3.3 高點觀察50 大概17塊盤 盤整波幅的U行為 那個50有上去沒有在收回 下一關可以觀察到哪 6.7 那3.3萬一在棄手的話 下一關可能可以做到哪 大概是16 16左右的價格 3.3應該會有效支撐 這邊應該也算有效的壓力 確實打這邊也回檔了 那一樣我們看它當充跟隔日充 應該注意點位跟U行為 大概就這樣 還是走到3塊美金波幅 只不過是這狀態看起來比較像在下樓梯 但是我們不要預設立場 點位來就吃看看 做好停損跟封控 那我們得到大概3塊美金 托幅的U行為 4.7有供上去沒有再收回來 下一關就觀察50 4.4萬一失守就觀察4.1 那接著我們看下一檔 特斯拉 一樣它重新分拆又上市 點位比較不好抓 可能要這樣抓 好 格局出來了啦 像這樣有高有低的格局 股票 你就會比較好交易 也比較好做封控 底點觀察265266 高點觀察302 得到35塊盤整波幅的業務行為 那夜盤302上去沒有再收回來 下一關可能有 可以觀察多少 335左右價格 那265萬一再氣什麼 就觀察230 但是它這邊應該打底有算成功 整個力道也拐彎向上了 應該有機會夜盤馬上去撞三把 那再看它撞上去有沒有收回來 有收回來也不要急 建長喔 去等265左右價格 那我們看一下它當充跟格式充應該注意的 高低跟優勢 它在 向上表態以後 大概只能看到這樣子 低點觀察279 高點觀察289 上去下來 這裡很重要 這裡不能收回來 收回來很容易就打到下面 那我們得到大概10塊美金 日內坡盤整波幅的優勢 那289上去沒有再收 下一關就觀察多少 大概300或299 299左右的價格 279萬一失手沒錯就去269等看看 應該會做比較大波幅的優勢 那接著我們看下一檔 QQQ一樣 打回原點 阿里給上次也說他 看之前影片都有說 那一樣我們還是做他的功課 反正有橫盤有打勾了嘛 低點觀察290 高點觀察334 那我們得到盤的波幅的優勢 應該是40塊美金 阿那個 以未來 334上去沒有再收 下一關應該可以觀察到370 那290外失手 可以觀察到250的價格 那一樣我們觀察他 當充格式充應該注意的高低的點位 大概這樣波幅開始放大 但是那波大概是3到6塊美金左右 符合 符合他表態的那個預期 現在又開始好像有爬樓梯的感覺 格局又開始再度改變 低點觀察295296 高點觀察301 我們得到大概6塊左右盤整 波幅的優勢 那301有上均有夜盤觀察307 那個29萬一失手又觀察289 或是剛剛的那個290 都算是有效的支撐 那接著我們看下一檔 蘋果一樣 iPhone14上市了 上市的結果呢 符合預期 他每年都這樣 上市前股價標 上樓梯 上市後就下樓梯 明年注意看看 順便提醒一下 低點觀察111 高點觀察176 得到大概25塊 橫盤波幅格局的優勢 行為喔 那176公刷新銘牌再收回來就觀察200 吼 151萬一失手就觀察125 126左右的價格 那一樣吼 我們看到這邊走橫盤的優勢 應該有可能不排除會走這樣 大概這裡 好 他日內朋友大概是3塊美金啦 如果假設我們從這邊開始爬樓梯的話 就可以值得注意跟觀察看看 低點觀察152 153 高點觀察156 大概3塊美金橫盤波幅的優勢 那156上市沒有在收回 下一關可能就觀察159 152在棄手的話 就觀察149 這邊如果開始慢慢布局 慢慢吃回來吃看看 不要吃太多 那接著我們看下一檔 Google也是一樣吼 分岔以後他新的高低格局出來了 像這樣就很好做單了 為什麼很好做 因為你知道你輸在哪裡是個底 之前沒有高低吼 我們都不知道 要在哪裡吼 那個他的盤整部大概是17塊錢吼 有可能不排除未來就走這17塊的整理格局 那122有上去沒有在收回 下一關就觀察139 104萬一在棄手 我們可能就要去哪裏等他 83 87左右的價格 一樣我們看一下 當充跟隔日充 畢竟走橫盤了 我們都抓到他新的優勢行為 他日內波跟蘋果差不多 大概是3塊 3塊美金左右 2塊到3塊 那一樣吼 第一點觀察105 106 高點觀察109 得到3塊美金 橫盤波幅的優勢行為 樓梯如果爬得順的話 109上市沒有在收回 下一關觀察12 112 那105萬一在棄手就觀察102 這邊也是大體相推的資深 都可以開始慢慢布局看看 那就我們看下一檔 來到我們海外期貨 一樣先帶大家看一下 大的格局 低點觀察725 高點觀察855 盤整 坡幅 有在創新高 他日內波大概是25點 然後 現在大格局滿足距好像到了 那得到大概130點的 橫盤波幅的優勢行為 那855下禮拜有上去沒有在收回 下一關有可能觀察哪裡 大概985左右的價格 那 725萬一是什麼 沒有錯就觀察600 這邊應該算是大格局有效支撐 我們看一下當沖的格式沖應該要注意點位 大概這樣 他日內波大概是25點 他確實也走了大概25點的等幅測區 一樣 低點觀察805 高點觀察85 得到大概50點 盤整坡幅的優勢行為 那夜盤85有上去沒有在收回可能觀察900 那個80外四手就觀察750 然後格局開始放大喔 那接我們看下一檔 清原油一樣大格局 哇格局太大了 越來越大 低點觀察81 高點觀察97 上去下來 大概16塊 盤整坡幅的優勢行為 有一天如果97上去沒有在收回 下一關嘎公坡應該可以嘎到哪裡 大概是113啦 打回他的歷史相對高點 近期 那個81萬一在棄手的話 有可能不開始回撤多少 大概6 65塊左右的價格 這邊有走橫盤打勾都可以開始觀察看看 那一樣我們先抓他的高低格局 噴出後的新高低格局 這樣 這當沖跟格子沖要注意跟觀察點位啦 低點觀察83點48 高點觀察85點26 上去下來 8385 得到大概2塊 2點坡幅的 橫盤格局 那85有上去沒有在收回 下一關就觀察87 83萬一7什麼就打遠點 81 那接我們看下一檔 高級桶一樣 大格局的邊界區內 高級桶放得比較大一點 高點觀察37,000 低點觀察33,000 37,000 33,000 得到大概4,000點 橫盤坡幅的業務行為 打上來走一半了 一旦沒有建的這邊就不要吃 那37,000有供上去沒有在收回 下一關就觀察41,000 那個 33,000 37,000就觀察29,000 這是比較大格局的 那一樣我們看他當衝跟隔日衝 應該注意的點位 來這邊做噴出的優勢行 目前看來是只有高沒有低 如果認真要抓的話 大概只能這樣做 拉回的噴出段大概這樣 大概這裡 這邊開始向上表態啦 有爬樓低的態勢 第一點觀察 那 34180 高點觀察36230 得到大概是 2100點左右 盤整坡幅的優勢行為 那個 36有上去沒有在下一關可能可以觀察到38 38000 34萬一四頭觀察32000 左右橫盤坡幅的格局 好 那就我們看下一檔 小SP這裡還在噴大格局 不錯 一樣高點觀察4099 低點觀察3883 4099 上去下 快撞牆了噢 注意一下噢 388 34099 100 200 大概215點左右 橫盤坡幅的優勢行為 那4099上去沒有在說 下一關可能可以觀察到42 43 大概43 10左右的價格 那3883萬一棄手的話 有可能不管有去撞哪裡 大概36 7 0左右的價格 噢 啊 一樣我們去看他盪充跟格式充的優勢 現在做噴出段的優勢 噴出以後他的新高低大概是多少 我們勉強要做到大概只能做到這樣 快撞牆了 這就是美股 真妖真血 高點觀察4044 低點觀察4011 盤坡幅的格局大概30點 那4044有上去的話 夜盤應該要觀察了另外一個軋空的點 就是4070 左右的價格 那4011萬一棄手 沒錯就觀察3980 啊如果回來這邊 走完盤都可以開始佈局試看看 那就我們看下一檔 小刀琼一樣 還是大格局的 範圍裡面 打到底部 現在再往上側 那一樣喔 低點觀察30975 高點觀察258 得到大概是 1600點 橫盤坡幅的 業務行為 那1600整個有上去沒有在收一下 有可能 不排除去觀察34000點 那30975萬棄手的話 有可能不排除是走 229400 那一樣我們去看他當充跟格式充應該注意的 點位跟業務行為的規劃 創新高軸的一個等幅測距離 現在在相對滿足區左右 第一點觀察31802 高點觀察32045 上去下來 802045 得到大概是240點 橫盤坡幅的優行為 那2045有上去沒有在收回來 下一關有本不排除去撞哪裏 3 2 280 那個 3180的外氣走的話 有本不排除去撞哪裏 31 5 60 應該會走這樣大格局的整一波 那接著我們看下一檔 中國A50 哇 緊噴 一樣都開始走反彈的格局 之前我記得他相對地好像是 31 還是3200 左右 那沒關係他畢竟開始反彈了 那我們就做他業務行為格局的規劃 第一點觀察3061 高點觀察694 得到盤整坡幅的格局大概是630點 還有可能不排除在這邊走這邊的整理坡 那13600有上去沒有在收回來 下一關就觀察多少 14200 那13061萬一棄手的話 可能要觀察12400 那一樣我們看他當充跟格子充應該注意的業務行為 現在已經噴出了噢 噴出了就比較不好 不好規劃 那沒關係我們就先做他當充跟格子充應該做的 格局的觀察 低點觀察145 高點觀察多少 高點觀察459 得到了大概300 300點噴出的業務行為 那那 夜盤噢 明後天或下禮拜 三四 13459 如果供上去沒有再收回來 有可能不排除去供來 13700 就站回他的起點點 那13145萬一棄手的話 沒有錯就可能回測12 850左右的價格 那接著我們看下一檔 小得之吼 走恩盤 大格局整理波上局下來 好 你有看奧 你朋友上禮拜應該可以吃到這一個 相對低的底部的價格 盤子波普大概是800點 那 低點觀察12592 高點觀察13374 有噴出沒有在收 下一關觀察14100 那那個 有一天如果說 12592失手的話 下一關可能觀察11 800 那一樣我們去看他當衝跟格子衝 應該注意的業務行為 噴出吼 噴出後手大概這樣 有高有低 低點觀察883 高點觀察多少 122 上去下來 122 883 大概240點 環盤波幅格局的業務行為 那夜盤或下禮拜 122有上去沒有在收 下一關有可能不派出去中 13 360 那個 880萬一棄手的話 就觀察12 12 126 12640左右價格 那就我們看下一檔 黃金一樣 高點觀察 哇他 1800 1700 1600 差不多100多點的等幅測距 761 這個 他日內波大概30點 現在在爬樓梯了 那大概是 80點 80點的橫盤波幅的格局 那 高點觀察176 1761 低點觀察1689 大概有80點盤整 波幅的格局 啊那個 61 上去 下一關就1840 這是大格局 那個1689萬一棄手 就觀察1609 應該會走這80塊 橫盤波幅的整理格局 那一樣我們看他新高興地以後業務行為的規劃 這邊做了一個假突破 那一樣 你底單沒有建的這邊就建議不要 建倉了 多觀察 上去下來 低點觀察1704 高點觀察1730 得到大概26點 日內波橫盤波幅的 業務行為 那1730有上去沒有在收尾 下一關觀察1750 好啊那個1704外棄手的話 要觀察1 6 8 8左右的價格 那就我們看下一檔 好那個 大碟後如果拆底的周報 我們大概就做到這邊啦 順便跟大家提醒一下 就是說我們假設在判斷那個格局 格局的邊緣 你看之前是下樓梯 順便切小鈉給大家看 有沒有這個比我們比較常看 之前是下樓梯的形態 阿現在已經 已經走橫 走橫盤整就是讓他走橫嘛 走橫你又會發生什麼事 就是表示說 他可能跌不下去 然後出現一個上樓梯的形態 對啊 阿然後就可能一關一關喔 比如說這裡 這裡 這裡一關一關 慢慢的去突破他或增幅他 我們既然知道這樣子 我們可能就是 要去那個去哪裡 去做他那個 在大格局的邊界 去做他小 去看他小格局的交易變化 比如說 你知道現在是 你要做空 做空做多都不管 你就是把他的高低 近期的高低先抓出來 假設你要做空單好了 一樣喔 你 你這邊沒有空的 這邊就不要空 就先把高低邊界 你空單沒有打在這裡 沒有打在這裡 這邊就不要 你多單沒有建在這裡 沒有建在這裡 也建議不要 中間叫做雙霸區 就盡量不要去建 你在噴出以後的一個新的高低格局 去觀察他 關鍵邊界的變化 比如說價格來到這裡 容易跌回來 價格來到這裡 容易有支撐 有支撐以後 就容易去撞這邊 做他這樣 大格局橫盤的 優行 這樣你在下單 會比較有個底 有緊噴或是擊殺 建議先不要碰 讓他 像剛剛奧利吉講給你看的 我們再畫一次 大跌勒 大跌 什麼 要怎麼樣才有辦法 叫做止跌 必須走橫嘛 像這樣走橫 橫越多 就表示說他止跌的那個 態勢越多 我們在止跌以後的高低格局 去做 做我們要進倉點位的規劃 比如說這樣看下來 我們在這個高低格局 去做這裡 做多次在這裡 做空可能防守這裡 去賺他小賺的優行為 然後如果底單呢 堵他到最上面去 這樣 你在操作就會比較如意 得水 你也知道說 你停損是停損在甘願的地方 因為他如果這一段再下去的話 他應該會再做一個更大段的等輔車去下去 對呀 對呀 那以上 就周報就分享到這邊 希望各位 喜歡 歡迎有問題都可以在留言區留言 我看到都會 都會幫你們做建議以及分享 謝謝各位 看完以上的格局 接下來就是進入交易策略的階段 分享 就是我們在面對投資市場的時候 你要把會遇到的狀況 分析出來 簡單來說 不是輸 就是贏 輸贏的機率呢 各佔50% 那我們再把這個50%的狀況 分成以下四種 那就是 大賺 小賺 大賠 小賠 那你再把這種 這四種狀況 除一次的話 就是各有 25%的機率 你會遇到 然後呢 然後呢 你再 把跟可以控制 跟 無法控制的狀況 區分出來 比如說 以賺錢來講 大賺跟小賺 只能看運氣 我跟你說 你完全無法控制 真的只能靠運氣 那賠錢的狀況呢 大賠 看你自己 小賠 也看你自己 這是保證 完全控制在你自己手上的 你沒有聽 你真的沒有聽錯 你只有 要賠多少 是你自己跟我們自己 能夠去控制 既然你知道 在投資市場 會發生的狀況 只有以上四種 那麼接下來 我們就把這四種狀況 做一個 刪除法 我們既然只能控制 小賠 跟大賠 沒有錯 那就是把 大賠刪掉 這樣就變成 你在投資市場 會遇到的狀況 來講的話 你把大賠 你把大賠 拉掉 大賠要怎麼拉 就是所謂的 停止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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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停損失真的很重要 最重要 所以講三支 那當你可以控制到這一點的時候 就恭喜你 明天以後 你在投資市場 會改變成 你會遇到的狀況 只剩三種 就是 小賠 小賠 小賺 跟大賺 然後你再把這三種狀況 去做一個機率的換算 結果就會變成怎樣 小賠 33% 小賺 33% 大賺 33% 這樣機率就會變成說 賠錢的機率 你在投資市場如果有 有遵照這個原則去執行的話 你賠錢的機率 就是只有三分之一會遇到 那反之呢 你賺錢時候的 狀況會變成多少 你沒有聽錯 就是三分之二 比率為 66% 所以看出格局的目的就是 就是讓我們在 明後天 的格局 今天跟明天的格局 參考今天跟明天的格局 去擰定 我們明後天 如何去 執行賠錢的交易計劃 然後再提醒大家 股票是天天有的 你不要怕 買不到 只怕你沒有錢可以去買 去練好你的 基本功 盡量做到 吃兩口 出一口 抵單要留 上去 出一張 下去 買回來 養成你的 小賠 小賺 跟大賺的習慣 抵單留著 停損不來 你就給他 賭到天花板 雖然有的時候 賺的錢你看他點回來會捨不得 但是我們這樣做的好處就是說 你才會有 長線 賺錢 凹單的計劃 這樣你每天就會很有參與感 而不是在雙八區裡面 去八來八去 或者是在旁邊 只能跟著看戲 那麼 以上 就 簡單的 分享 感謝各位的 觀看 之前的影片 也很重要 建議你 從頭到尾都給他看完 你一次看不懂真的是看個100次 讓他循環播放 你才知道說 韭菜是怎樣被 收割的 那 喜歡影片的呢 再勞煩 按讚訂閱加分享 歡迎你們在影片底下留言 如果說你有想要了解的標的物 可以為你免費的建議以及分享 跟你保證完全不負責任 要賺多賺少 盈虧自負 自行負責 最後祝福大家 看完沒有訂閱的觀眾 祝福你買的標的物 每天都漲不停 有訂閱的觀眾喔 也祝福你買的標的物 每天都漲停盤 以上 謝謝各位